发生了学生被欺负 但是老师一视视而不见的情形 这个情形发生在台中县智用高中 一次校园霸凌的事件 一名男学生 他在教室内椅子被同学拿走了 他不得已只好蹲着上课 不仅如此 他还被同学用脚踹 而当时呢 课堂上的老师不但没有制止 那也都没有做了任何反应哦 因此呢 现在是有看不下去的同学 直接用手机拍了下来 投诉媒体 现在事情才爆发开 课堂上这名男同学特别与众不同 大家都坐着上课 只有他用蹲的 原来是因为有同班同学恶作剧 把他的椅子拿走 逼不得已只好如此 事情还没完 更过分的在后头 男同学好端端的蹲在地上 突然一个飞踢过来 整个人跌个四脚朝天 甚至男学生跌倒爬起来了 同学还不放过他 紧紧抓住他的衣袖 继续狂踢猛踹 要课在玩嘛 玩过头了 然后上课了 已经上课了进去了 然后也是 就是有冲突嘛 整个霸凌过程 被人用手机拍了下来 事情才曝光 还闹上了社会新闻版面 校长紧急出面解释 一下课完就立即处理了 这个打别人了 这个孩子已经留下查看了 但是真正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其实霸凌当时 有一名男老师就在课堂上课 学生被扑了 假装没看见 给黑板继续上课 老师当时对着黑板在上 对着他们 这是黑板嘛 因为没有立即出局啊 有啊 老师怎么处理 老师家的课也通报了学校啊 因为这种霸凌的行为 几乎天天都在教室里发生 目击学生实在看不下去 全程录影 大家看看这种老师的处理方式 天理何在 热热成员许一林台中采访报道 有没有 谢谢观看